哄小孩一样的 让他们觉得心安 知名作家张曼娟近年来辞掉教职 全心全意照顾失智失能的双亲 也以照顾者的角色出书 从爱情写到亲情 总能引发共鸣 沙巴上看着我说 哎呀女儿你在家 我说妈我刚才要帮你洗头洗澡 你现在就忘记我了吗 张曼娟的脸书拥有30万粉丝 18号突然PO出了一篇郑重声明 指名给一位苏小姐 张曼娟写着 你用诸多的僵尸账号 对我的好友粉丝 进行骚扰辱骂罗之罪名 最荒谬的是 我根本不认识你 原来对方去年 曾寄了一箱文具送张曼娟 遭到退回之后 开始无止境的网路霸凌 苏小姐不断关注张曼娟 和失智母亲的动态 张曼娟慎重声明 我的母亲失智 我从不觉得羞耻 我比以前更爱她 张曼娟坚定表示 不会在动客下关闭粉丝团 更不会停止 和友善粉丝的互动 她已经报警 警方指出 网路行径 反走过必留下痕迹 若涉及公然侮辱 或是恐吓 将面临两年以下的刑则 导演吴念珍 拥有80万粉丝的粉专 日前也遭人尝试登入 更改身份 吴念珍一时不注意 竟然误删 把多年的心血 瞬间化为乌友 只好成立新的粉专 重新开始 名人的粉丝团 人气爆棚 但也难防不理系的网友 从中搞破坏 记得综合报道